HELLO 姐姐 你們好 今天是第一課 想教大家看中文 我們很多時候去到餐廳 看到這些菜單 看到餐牌 嘩 沒有英文 更加沒有印尼文 怎麼看啊 不懂啊 這些 嘩 怎麼看啊 怎麼辦啊 由今天開始 我想每星期會有一堂 或者兩堂 每星期一次至兩次 每次大概兩分鐘 教大家中文 希望你們可以學懂中文 然後在這個地方生活得開心點 因為我出到街 我去吃東西 我逛街 有些字我懂得看 這樣我相信 大家在這裡生活得開心點 好 第一個字 我要教的是什麼呢 今天 當然是和吃飯有關的 我們香港人 和印尼人一樣 我們每天都會吃飯 所以今天第一個教的字就是 這個字 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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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Rice 飯 我們每個中文字都差不多 好像很麻煩 我小朋友的時候 我也覺得是的 我小朋友的時候 在我小朋友的時候 老師怎麼教的呢 原來中文字 是和看公仔差不多 和畫畫差不多 你看看飯 咦 看不見這裡有碗飯 你看 都是用手吃的 這個字是不是好像用手 去拿些飯一樣 即是說這裡 這邊是用手 我知道不像的 我都知道不像 你們當是吧 好像用手去拿些飯吃 因為 那碗飯就是這裡 用手拿來吃 這碗就是飯 這個就是飯字 我們在很多菜單裡面 都會看到有個飯字的譬如 這裡呢 我們看看 嘩 這裡是不是有個飯字 飯飯飯飯飯 全部都是飯 即是說 這裡 這一部分 全部都是飯 這個呢 又是飯又是飯 這裡又是飯 全部都是飯 譬如第二間餐廳的Menu 我們又看看 這裡 都是很多的飯字 這裡全部都是飯 全部都是飯 我們今天lesson one 我們就學這個字 飯 是飯 是飯 希望姐姐你們學得懂 也都希望你們有些comment給我們 如果你們想學關於什麼 例如關於乘車 關於買菜 你們都可以在comment告訴我們 然後 今天就學完飯了 我們下一課再學另一些 字幕志願